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向国际社会捐赠20亿美元在内的五大抗疫举措 而相比之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 永久停止向世卫拨款并考虑退出世卫 中美除了在WTO平台的博弈 还有华为和5G 美国商务部出台出口管制新规 试图切断对华为的芯片供应 美国这次手段之狠 业界形容可能会对华为一见封喉 如何评估美国新规对华为的真实冲击 随着选举临近 美国制造敌人团结民意 是否会将本已脆弱的中美关系 进一步推向深渊 今晚上凤凰群群连线纽约现场 是凤凰卫视驻美国记者陈英谦 凤凰城现场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吴旭副教授 以及南京现场是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的朱峰院长 三方连线分析 从新冠应对到5G疫情下的中美博弈 来看刘思宇的追踪报道 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18号复工 疫情爆发以来 全美机场接待旅客人数 首度超过25万 航空股当天暴涨 多周重启经济活动 大有热火朝天之势头 一招经济牌打遍天下的特朗普 不禁要高呼一句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付来 慢着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数字 早已超过155万9万多人死亡 在冷冰冰的数字和乱嗑药的总统之间 美国人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强力馈这玩意儿 早已被美国食药之间局等 多个权威机构证明 在预防与治疗新冠肺炎的方面 有百害而无一利 然而就连白宫医生 都亲自为总统先生背书了 看热闹的难道还行事儿大吗 注意 这可是美利坚政坛 排第三把交椅的大佬 在电视上怼出来的话 奇怪吗 看看国会两党部忙着抗议 却都忙着在干啥 你就知道这一点都不奇怪 明眼然都知道 在已经烂透了的失业率面前 美国第五项防疫刺激方案的推出 早已迫在眉睫 没有办法创造办法也要上 抱歉 党争打嘴炮第一 老百姓的死活第二第三第四不重要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党同法一转移主要矛盾 是鸡身华盛顿政治圈的必修课 自从奥巴马表态将为拜登站台后 他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 就越发不留情面 乃至于16号当着78所大学毕业生的面 在线直播怼人 声称疫情皆是出 在位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某人甚至连假装都不愿意假装了 而奥巴马所说的是何人呢 不言自明 怕你还是咋的 CNN报道直指 特朗普针对奥巴马的 大规模政治战争即将打响 可能嗑药用力过猛 导致肝火旺盛 特朗普18号修书一封发往世卫 放话称 若世卫在30天内没有重大改善 美国将永久停止拨款 并将考虑是否退群 美国为何频频施压世卫组织 如何评价特朗普政府的防疫策略 全美复产复工是否潜藏重大隐患 好 各位观众 世界卫生大会已经正式闭幕 刚刚最新消息 194个成员国一致投票通过提案 将会公正独立调查 这次新冠病毒的来源 对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欢迎 好 这次世卫大会 可谓是成了中美博弈和争锋相对的一个战场 今天请出三方记者和嘉宾 来全盘分析一下 首先来连线的是纽约记者陈银谦 银谦您好 我们看到相比美国什么都不做 一直在指责之号 中国方面是用实际行动 来带领全球的国际抗议合作 包括会向国际社会捐赠20亿美金 对此请问美国各界有何反应 是的 杨书 那么这一次中国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 要捐助20亿美元这样子的表态呢 在国际的各方都引起了一个高度的关注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各国聚焦的重点 就在于这20亿美元以及中美之间的一个对立和对比 我们看到路透社就发布一则消息表示 那么这20亿美元的一个宣布的情况呢 是正值美国宣布要撤出对于世卫组织的捐款的时刻 并且呢我们看到这20亿美元 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体量 世卫组织在2019年的整体预算呢 大约是在17亿美元左右 所以20亿美元呢是完全覆盖了世卫组织 去年一整年所有的预算的支出 另外呢也是美国每年给世卫组织捐款的 大约是在5倍左右的这样一个体量 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各国的 以及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 主要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在于 中国疫苗的一个开发的进展 以及中国宣布疫苗会成为一个世界公共产品 这样子一个表态 那么这个公共产品的表态呢 其实和联合国秘書长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要开发一种人民疫苗 这样一个概念呢是高度的相似的 就是指全世界各国 各国人不同的人之间呢 他们都可以公平地获得一种 相对比较低成本的一种疫苗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后疫情时代啊 其实各国之间在疫苗开发上的角力 是越来越激烈了 无论是争夺这个疫苗的优先使用权 还是要去垄断这个疫苗的生产链 各国各自添加的一个砝码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愿意去优先表态响应联合国的这样一个号召呢 其实也获得了国际组织的相当高的一个肯定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日晚间 是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则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一份信 当中就提出如果30天之内 世卫组织不进行一个根本性的改善 不切断对于中国之间的联系的话 那么美国呢考虑会永久的撤销对于世卫组织的资助 并且退出世卫组织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平台 其实比较特殊的一点呢是在三天之前 福克斯电视台呢曾经曝光过这一封信件的一个出稿 在这个出稿当中呢 特朗普曾经提出会考虑恢复对于世卫组织的部分的捐助 但是在三天之后呢他却完全转变了态度 联合国的外交人士透露呢 这可能也是因为中国宣布要扩大对于世卫的一个援助 惹了特朗普也导致特朗普呢 进行了一个意见的一个完全的颠覆性的转变 嗯 杨树 好 非常谢谢殷谦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 就像殷谦刚刚所说的 这次新冠病毒可能成为是为组织大会的 唯一的应对主题 而中美啊 不论是在病毒的这个应对表态 还有行动上 可谓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怎么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峰教授 我看到纽约时报直接就称作 这个中美是借这一次世界卫生大会 形成了一个新的博弈战场 您怎么看 对 我觉得本来新冠疫情到来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 第二大经济体应该率先合作 而且只有合作才能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 更好的在应对疫情方面 拿出各种的医学医药 包括我们说护理药物 包括经济社会民生协调等 各方面的措施 但是我们说特朗普借着疫情 对中国的打压 对中国的这个污名化 不仅是我们都知道怀疑 所谓的这个新冠病毒 是从武汉的这个病毒实验室出来 而且现在又进一步的 这个所谓的放风 说这个世卫组织偏袒中国 然后帮着中国所谓隐瞒 很多的这个疫情前期的一些数据等等 那这一次的世卫组织大会 本来是更好的彰显全球合作 来在疫苗这个对疫情的 疫情防治方案将显示世界团结 拿出共同方案 并且能够有效地形成 新的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契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蓬佩奥 第一是讲台湾一定要加入 说这个台湾没有加入 就是世卫组织的什么重大的失分 然后特朗普又给世卫组织 去这个含含性 就是所谓的最后通牒 说你不要不跟中国扯清关系 我就彻底要退出 我们说这样一个美国 是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上 特别是二战后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见到 所以现在世卫组织大会 变成中美外交新的冲突的这个现场 核心的问题 还是特朗普政府在疫情问题上 高度的政治化 污名化 和自己的私立化 好 我们怎么理解 这个美国特朗普的这个政治化 来请到这个凤凰城的吴旭教授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就是 特朗普从上台一开始 根本看不上WHO 也不愿意给钱 但是这次呢 他非要借这个场合来抨击WHO和中国 而且还威胁永久拨款 还炒作涉台提案 这个令人觉得很自相矛盾 你不是看不上吗 那就应该不care这个组织 你怎么理解美国方面的一个做法 那从特朗普的自身来说呢 他现在所有这个做法和做态呢 其实都是为他国内的选举呢 再做一个这个表现 因为毕竟他可以说 原来选举的最大的两张王牌 一个是经济的这个容景 再一个是整个美国就业的 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状态呢 都因为疫情 可以说是变成了两个 现在背的两个大锅 那么如何把这个东西转嫁出来 然后重新展现出他的领导力来 那么他肯定要找一个 这种所谓的替罪羊 那么世卫呢 在整个的过程中 确实他做的地方呢 也有令人可以指摘的地方 那么美国呢 就是揪住这点 那么把世卫呢 作为他整个的这个所谓 这个调查 然后取证 然后包括索赔的 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根界点 那么这个呢 又跟现在目前全球面对疫情 要处理疫情的这种 需要同心协力的这种状态呢 发生了这个尖锐的矛盾 所以这一次的世卫大会呢 把中美两方呢 对于如何应对疫情的 这个矛盾和这个对立点呢 我可以看 针锋相对的展现出来 那么美国这么做呢 他也一方面是 当然是做的一个姿态 但是另一方面呢 确实他有一个很重的 这个威胁在里面 就是说如果一旦美国 从世卫组织里面撤出的话 那么以CDC 在美国CDC 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 和他的网络 那么对于世卫组织来讲 也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其实刚刚想说到 就是美国方面抗议不利 是一个铁的事实 但对特朗普来说呢 他要拼命转移这个矛盾 把它转嫁到 世卫组织和中国身上 但针对他的抗议不利 其实这是民主党方面 穷追猛打的一个点 包括看到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最近还有的 就是不点名公开批评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激怒了 然后说这个奥巴马犯下了 值得调查的罪行 你怎么看 就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现在好像似乎成为奥巴马 和特朗普之间的之争了 没有拜登什么回事 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奥巴马出面呢 我觉得他自己 其实有三个不同的身份 一个身份当然是作为前总统 那么在美国历史上 作为前总统 对他的继任总统 这种公开的批评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但之所以这样做呢 也是因为奥巴马看到 就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 在过去两三个月里面 其实在几次关键的采访 和竞选的时候 都显出老态隆重 而且并不是这种强力的 这种攻击的态势 所以我觉得奥巴马 就像纳瓦罗所批评的那样 现在奥巴马成了 拜登的新闻发言人 当然另一方面 也更重要的是 奥巴马也是作为一个美国人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美国在整个的 他的国民性上 有非常针锋相对的两点 那么奥巴马和特朗普 其实恰恰反映了 这两个国民性的代表性 好 所以特朗普 这个抗疫不力 会不会成为压倒 特朗普竞选的最后一根稻草 来 南京大学朱峰教授 我们看到这个 鲜有摄入政治的 这个医学期刊次选 就最近评价说 希望美国民众 在重新投票的时候 能恢复理智 选一个尊重科学 尊重公共卫生的一个总统 我想问的是 COVID-19 这个新冠肺炎 你觉得会不会改变 美国民众 对于投票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民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因为1月份的民意的时候 特朗普在2020年11月 竞选连任的这个几率 大概超过65% 而且大多数的美国民众 还是看好 就像刚才吴教授讲的 一个是美国经济不错 第二个是就业状况 也非常的好 但是新冠疫情到现在 我们说在美国全国的 这个民调来看 拜登已经开始领先于特朗普 而且在一个关键州 虽然双方咬合也比较紧 但是拜登和特朗普 互有胜负 如果现在美国的新冠疫情 这个进一步延续 特别是特朗普现在急于 所谓要在科学和政治之间 做自己的选择 要坚决地将所谓的复工复产 就中国化 就美国要重新重开经济 变成他自己今年竞选的 优先事项 并进而导致有可能 二次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回潮 那我觉得这真的可能会 成为压垮特朗普的一根稻草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特朗普 他在美国的这个政治 不仅是个鬼才 而且是一个我们说 极其具有三动力的 美国保守的民族主义 情绪 势力和思想的代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新冠疫情也可能使得 美国的整个民族主义 保守主义极端右翼的 这种思想进行发酵 所以现在的选情 到底到了11月 还有6个月的时间 随胜随负 我觉得还很难说 确实是让你说的 特朗普是一个鬼才 千万不能低估 他的某一些 street smart的一个东西 这个吴旭教授想请教的是 其实疫情发生至今 特朗普有很多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言行 包括他最近说自己在吃抗虐极药应对疫情 但是美国CDC直接说了 吃了这种虐极药其实是有副作用的 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反制 但是您怎么评价他的一种独特的思维和行为 以及这个背后美国人 普通老百姓这些心态 是的 其实特朗普他并不是他一个 单独的这么一个特立独行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他代表了美国国民性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面 就是美国国民性 他既有知性 理性 这个谦谦君子的一面 我们可以讲他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可以是这个前一任的奥巴马总统 但是另外一面呢 美国也有他的随意 可以说是随性 甚至有时候蛮不讲理的一面 那么这个代表呢 可以就是现在的这个特朗普 那么他的很多做法 让你觉得匪夷所思 甚至觉得这个尤为真正 大家知道的科学知识 但是这个恰恰也是反映 美国的中部 中西部 甚至一些蓝领阶层的 对于现在疫情应对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他们认为从头至尾就认为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重感冒 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重要的 而且他们认为 就是说做美国这种自由制度 是无法采取像中国或其他国家 那样的严厉的这种封堵的措施 那么与其这样的话 那不如把它大大咧咧地去对待 那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尝试 而特朗普的这种语言神态 和他的所思所想 所做的一些东西 恰恰也是符合或者迎合了 这些美国人的这种习惯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让你觉得特别如常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恰恰代表了美国很大一部分国民性 好 所以这个其实也暴露了美国精英和普通老百姓 当中的一个认知差距 而这些普通美国人才是手上握有投票权的 下节目回来讲讲美国持续对华为和中国5G发展的打压 一会见 美国专案现在疫情依然严峻 但并未放弃对华为的打压 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出台的一个最新出口管制新规 试图切断对华为的芯片供应 有业界形容 这可能对华为产生一键丰盒的效果 来听听华为的最新回应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不停地打击我们 坦率说我认为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我最近也在阅读美国高官的一些演讲和讲话 我可以总结出一点 美国认为技术领先是美国霸权的基础 任何其他国家其他公司的技术领先 可能都会损害美国的霸权 面对长期的规则不确定的制裁 我相信我们能够努力地寻找到解决方案 求生存是华为现在的主题词 求生存是华为现在的主题词 来南京大学朱峰院长 怎么理解美国这一招有点狠 到底对华为会产生多大的真实的冲击 我觉得当然对华为的冲击是很大的 因为现在的国际芯片的制造商 第一普遍使用美国的技术 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个一些核心的芯片生产商 事实上在政治上 在技术上 在市场上 对美国的依赖也都很大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最近台湾的SMC台积电 现在要到美国的阿里桑那去投资 而且投资120亿美元去建议人间的工厂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像其他的台湾的芯片公司 富士康等等 现在也在从中国可能要观察 所以现在华为的影响 是受到的影响打压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首先是政治上 因为影响力不仅仅是通过 它的所谓的国内商业 公布的法规 因为这个法规背后 它依靠美国国家机器 对这个世界的主要芯片供应商 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性 安全威慑效应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中国现在有中芯国际 但是我们生产的芯片 和这些世界顶级的 一列工业商之间 还是有很大的技术差距 我们最多现在只能生产 这个我们说15纳米的 但是现在最先进的 已经到3纳米 而且8纳米的现在 最先进的这些都是 我们说包括台积电 富士康 包括还有三星 以及高通等等在做 那当然第三个影响也很大 这个芯片的这个 美国稍微所谓的 让世界顶级公司 对华为断供 它肯定不会使得 华为的这个产业 华为的设备技术打掉 但是会沉重打击 华为的 因为能否用 隐级的国际产品 国际的技术 芯片对华为的这个产品 的国际的竞争力 具有重要影响 是 所以这个华为 确实是面临一个生存困境 就有一个问题 来问一下吴旭教授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 中美现在这个紧张关系 其实因为抗疫成功 中国现在这种民族自豪感 是不断的自信心 在不断的提升 然后美国现在这种反华情绪 然后对中国敌对的情绪 也在不断上升 这两股强烈的情绪 汇集到一起 再加上美国大选的因素 最后会碰撞出 怎样的一个后果 其实正如这个竹风教授 刚才讲的 就是特朗普的现在疫情 本来是 他的选情 本来是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但是因为疫情的问题 已经把他的原来 所有激烂的一些 这个优势 这个消费一空 那么对中美关系来讲 其实特朗普的选情 出现问题 那么对中美关系 其实预喊着 更大的一个冲击 因为双方的民意 已经由原来的 单纯的竞争性的这种关系 变成一种非常 敌意性的关系 那么一旦敌意性的民意 出现之后 它就会形成这种 就是这种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就是自己形成一些事件 然后事件的 推发民意的更加激化 然后激化又形成新的事件 所以在未来的 这个半年里面 不仅说疫情的问题 会非常关键 那么特朗普的选情问题 也可能直接造成 中美之间出现擦枪走火 然后重新激发 这种双方的这种民意 因为这种民意 对于特朗普的选举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那么它没有其他的这种经济 和其他的东西 来显现的话 那么一旦民意这边 站在它这一边的话 对它的选举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支撑因素 好 所以打压华为 其实只是美国 对中国敌意的 其中一个表现 今年中美关系 会是非常充满挑战的一年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还有记者 带来精彩分析线 您收看 再会 我是最佳前人 哪有借口怀恨 论一个伤心人 我演得如目三分 太感人 希望他能恋人 赢得你的信任 主信任不要辜负客人 喊着泪听到的 还是山梦 我应该冠冕 我能忍住不分 还能够笑着赞客人 以及世上 或许 excessive 不耗杀 不耗杀 可不 tenim 穿成 摸开 以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